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天子周穆王很喜欢周游世界 当然周游世界由周穆王本人负责 这为马劈柴则交给了手下人去办 赵府就是专门给周穆王驾车的 周穆王越玩越远 没想到国内发生了叛乱 必须马上回国评判 在这个紧要关头 赵府拿出了全副本领 上演速度与激情 驾车带着周穆王在一天之内 急持千里 及时赶回国度 赵府因为这份功劳 得到赵成作为彩艺 赵成位置就在今天的 山西洪铜县赵成镇 赵府就在赵成生儿育女 这一支迎姓子孙以赵为氏 而恶来的后人来赵成 投奔富与亲戚 也随着赵府的后人以赵为氏 这两支迎姓子孙 合二为一 一路发展为晋国的赵氏家族 然后建立赵国 从这一段家谱来看 赵国和秦国原本也是一家人 在恶来子孙里边 有一位妃子离开赵成 到犬秋定居 今天我们很难确止 这个犬秋到底是什么地方 推测是甘肃天水附近 那里水草风貌 很适合发展畜牧业 妃子身上毕竟有着祖先博弈的基因 杨马养得尤其好 当时在位的天子是周孝王 听说了妃子的名声 就委任他给周王是杨马 后来妃子正是因为杨马有功 被周孝王赐给秦帝作为采义 还让他继承了 嬴氏家族的祭祀权 所以妃子被称为秦嬴 意思可以理解为 秦帝的嬴性大宗 前面讲过 宗法结构是周朝社会的基本结构 宗法要区分大宗和小宗 小宗要扶大宗馆 周孝王让妃子 也就是秦嬴继承嬴性家族的祭祀权 这就等于认可了 他在嬴氏家族里的大宗身份 秦嬴 因此就是嬴性大宗的宗子 是天下嬴性人的组长 这个身份是可以由敌长子一脉相传下去的 所以从秦嬴开始 可以看作太史丹所谓的周与秦的分而复合 但这时候的秦嬴虽然有采意 但还不是诸侯 只是附庸 所谓附庸 够不上诸侯的级别 没资格单独朝见周天子 只能做个某个诸侯的小跟班 秦正式成为诸侯 还要再等上大约两百年 大约两百年后 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 烽火系诸侯自取灭亡 没什么人愿意帮一下周幽王 而秦国的当家人秦湘公挺身而出 作战很卖力 但周幽王还是被杀了 继任的周平王迁都洛邑 在周平王迁都的时候 秦湘公排兵一路护送 继续为周王室效力 所以周平王封秦湘公为诸侯 赐给他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 秦国至此才算正式建国 前面讲过 周朝的诸侯国 几乎都是周朝初年分封下来的 所以秦国显得格外特殊 赐利比谁都浅 秦湘公得到的封地也很烫手 因为齐山以西的地方 是周王室的故土 在申国和犬戎联军 攻杀周幽王的时候 犬戎毕竟是蛮族 一路少杀抢掠 把齐山附近的地盘 要么毁了 要么占了 所以周平王是因为 回不了家 没办法才要迁都 被犬戎毁掉和抢走的地方 周平王没有心情夺回来 所以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把那片土地分封给了秦湘公了 秦湘公要想拿到封地 必须靠抢 秦湘公就这样 回去抢地盘了 到了儿子秦文公这一带 才算把犬戎赶走 但无论如何 从民意上讲 周平王封秦湘公为诸侯 这是正式策命 所以太史丹所谓周与秦的 分而复合 也许不是指秦营受封为附庸 而是指秦湘公受封为诸侯 至于太史丹所谓的周与秦 在分家五百年之后 又合并在一起 这五百年到底怎么算 其实根本算不清楚 反正武德理论流行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爱扯上 武这个数字 只要沾上武 就有某种神秘力量 所以孟子才有那句名言 五百年必有王者心 然后自己算算日子 所以王者早就应该出现了 推行人证的机会 就在眼前为此自信爆棚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太史丹的预言 周和秦以前是一家 后来分家了 分家五百年之后 又合并在一起 等到合并之后的第十七年 将会有霸王出现 预言虽然很含混 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 两个要点 第一 太史丹在和秦宪公 努力地拉进关系 强调彼此同根同源 第二 周秦分而复合之后 将会出现一位 天命所归的英雄领袖 这位领袖的身份 太史丹的原话用词 就是霸王 但这个很有可能是把霸主 误写成了霸王 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把霸和王 连起来用 那时候霸就是霸 王就是王 周天子是永远的王 而只有被其他诸侯服气的 被当成老大哥 看待的诸侯 才是霸 霸这个字 并没有负面含义 如果我们把周朝想象成一个大家庭的话 那么周天子作为王 相当于父亲的角色 称霸的那位诸侯 就是父亲的大儿子 所有兄弟们的大哥 后来秦朝灭亡 项羽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 那时候的诸侯 已经正式称王了 项羽本人呢 是所有诸侯王的大哥 所以头衔不是王 而是霸王 霸王是所有诸侯王的大哥 虽然身份高 威望也高 但毕竟和大家还算平伴 而所有诸侯王 包括霸王 头上还有一个异地扮演着父亲的角色 所以太史丹所谓的霸王 很可能就是霸主 是诸侯们的老大哥 就像春秋五霸那样 春秋五霸当中的第一位霸主 齐桓公 称霸江湖的时候 打的是尊王攘仪的旗号 带着兄弟们一起尊崇周天子 就像家里的大哥 带着兄弟们一起孝顺老父亲一样 这就给后来的霸主们 设置了一个政治基调 从这里推想太史丹的意思 大约是暗示秦宪宫 就是那个天命所归的霸主 可不能去学三晋和齐国那种 只想篡权谋私利 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的坏榜样 而应该负起老大哥的责任 带领天下诸侯一起尊奉周天子 这样的话对周王室也好 对秦国也好 反正大家五百年先是一家 历史已经证明了 我们分则两害 何则两利 为什么不能重续就好 争取双赢呢 如果事情当真如此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推断的是 刚刚继位的周列王 很有忧患意识 通过太史丹向秦湘宫 抛出橄榄枝 想要拉拢秦国 作为自己的忠实盟友 至于周秦在远古时代 到底是不是一家人 反正是无从查证 太史丹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 大可以仗着自己的权威地位 尽情的忽悠 但是事情还有一个疑点 那就是在太史丹的预言里 17年这个说法过于具体了 在史料里边 凡是具体到这种程度的预言 基本上可以断定 是出于后人的附会 如果我们相信 所谓太史丹的预言 只是出自后人附会的话 那么就可以寻着 17年这个线索 来寻找蛛丝马迹 然后就会发现 在秦宪宫的接班人 秦孝宫的时代里 商鞅变法轰轰烈烈 秦国国力蒸蒸日上 于是在秦孝宫19年 天子周贤王 承认了秦孝宫的霸主地位 第二年 诸侯纷纷来向秦国贺喜 秦孝宫派人带着军队和诸侯 在庞泽会盟 然后一同朝见周贤王 这些事情 自日通见 后文都有讲到 那么以秦孝宫成为霸主的时间 往前推17年 秦孝宫二年 周贤王派人把做肉 也就是祭祀大典上 用过的肉 赐给秦孝宫 这是非常隆重的礼遇 在秦国人的解读里 这应该足以标志着 周与秦的复合 那么所谓太史丹预言的意义 大约 一是为秦孝宫 摇秦呐喊 神化他的身份 二是暗示着 如果秦国取代周朝 完全合情合理 毕竟这只是一家人的 分分合合嘛 证据越复杂 国际关系越紧张 所谓历史 就会变得越丰富多彩 下一讲 我们接着往后读